对啊 开车去啊 我太喜欢开车了 然后已经很久没开过长途车了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开长途车 我也不能 坐高铁去 开几个小时啊 六个小时吧 六七个小时左右 不累啊 也没多远 没多远 开车六七个小时就到了 而且山东高速开起来真的很爽的 山东高速对于我这种喜欢开车的人 简直就是窝草 妈的开车胜低啊 连着开不累啊 不累啊 我喜欢开车 本来打算是明天走 但是现在看情况不一定了 明天有可能走不上 因为今天弄完太晚了 今天弄完太晚了 明天得撤网和找阿姨收拾啊 收拾完还得对接呢 把这钥匙啊 房卡什么的 哎 不对 什么房卡 这是他那个卡扣 静小区的那个门禁卡 门禁卡 房卡 操 门禁卡 给人家留下 然后跟房东对接一下 要不然毁了对接 又得多几天房费 对吧 房卡不是房卡 不是房卡 门禁卡 小区的门禁卡 对 明天堵车 明天堵返程 对啊 不停走 正好明天也堵车 还好就是今天 不一定能整得完了 这些东西都得是 一步一步来的 你知道吗 他没有办法同步弄 你就好比我调试笔记本 我那套电脑不拆 笔记本就调不了 笔记本调不完 笔记本不调完 这屋的网就不能拆 因为我得有一个稳定的网啊 用Wi-Fi什么的都不太稳定 我得有一个稳定的网 用宽带 直接联网线 调试 不调试完 网络就不能拆 网络不拆 穿点衣服出门啊 最近叫文教 当天很 冷的只需要提前一天预约 也就是说我出发了就来得及 因为出发的话当天就到了 然后我也不能当天到了 我就去看了 对吧 开那么长时间车 我肯定要休息一下的 所以我就是出发 出发那天 给跟医生说一样 然后晚上就到了 到晚休息第二天就去了 提前一天预约也可以 我啥也没吃 定就来得及 假期也结束了 酒店好定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去正好 正好 正好把这个长假避开了 对吧 去哪儿都不方便 堵车啊 酒店啊 什么的都不方便 我还想着去济南 除了置藏的以外 我也能溜达溜达呢 对吧 长假的话人还多 现在人就少了很多了 对 错风了 避开高风期了 要不然去哪儿都不方便 几座的车呀 我开大课 我开大课去 热的时候出门 还可以穿一穿 短裤长裤 然后长袖 短袖 外套 就可以了 然后再带一个 带一个厚一点的外套 就可以了吧 没有那么冷吧 各位 没有那么冷吧 万一呢 万一的突然之间 升温呢 感到个30来度 短裤不行 我就都带着点吧 都带着点 能穿上穿上呗 对吧 带羽绒服 羽绒服真不至于吧 各位 羽绒服我觉得真不至于 能把我所有的衣服 我都能装得下 多带点就好了 能穿啥就穿啥 不讨论衣服的事情 挂票是啥意思 挂车上 大概就一星期 最多也就十天吧 因为治疗嗓子 一个周期 也就是十天 八天 差不多 十天八天 什么意思啊 卧槽 暂停了 我电脑在下载 我在下载 黑神话悟空 我把手机拿起来 拿起来就好了 打不过就 打不过就 就不玩了 打不过就不玩了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想 我好像确实打不过 因为这个好像 挺难的 我现在 我没玩 我还没下完呢 我玩啥 我还没下载完呢 我玩啥呀 他刚才就是下载 他暂停了 我重新点一下下载 一共只能播不到一个小时 我不看你们 我去玩猴了 我咋那么没长心呢 我咋那么没长心呢 我去玩猴去了 是不是 哎呀 哎呀 难道我在你们的心里就这么不长心吗 就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 然后我去玩猴了 你干啥 我看你们说话呢 为啥没声音 啊 没有声音吗 不能啊 这也没有设备 没有啥的 他不会出问题 你猛猛聊 你别听 我咋 我咋 我不说话也不行了 是吧 啊 咋